1月22号 省委政法工作会议在沈阳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召开 会议深入学习宣传贯彻 习近平法治思想 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 三中 四中 五中全会 及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工作会议 中央政法工作会议精神 全面落实省委部署要求 总结工作 分析形式 部署2021年全省政法工作 省委常委 政法委书记于天敏出席会议并讲话 会议强调 今年 全省政法机关要继续坚持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牢牢把握 奋力推动全省政法工作高质量发展这一主题 紧简围绕为庆祝建党一百周年和辽宁全面振兴 全方位振兴实现新突破创造安全稳定的政治社会环境这条主线 扎实推进五大重点任务 深入开展五大专项行动 进一步强化责任担当 努力在新发展阶段 展现辽宁政法机关的新气象 新担当 新作为 副省长 公安厅厅长王大伟主持会议 省法院 省检察院 武警辽宁省总队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会前 于天敏主持召开省委政法委员会2021年第一次全体会议 研究审议了有关事项 本台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